挖掘新闻内幕 整个事件彻底沦为柴鱼饭后的谈资 而最终上位的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吧 一 林月云 年轻时凭借长相甜美 嘴巴甜 林月云结交到了好闺蜜郭淳美 郭淳美经常把她叫到家中吃饭 聊天 可林月云竟然看上了郭淳美的老公 郭淳美的老公侯士红 是个不折不扣的富豪 出身于名门望族 职业演员兼制骗人 有言有权有爱又有钱 因此林月云对闺蜜的老公展开了追求 后来林月云甚至大着肚子去逼宫 只不过郭淳美可不是软弱的人 面对侯士红拿出的离婚协议 她没有签字 为了弥补林月云 侯士红将孕妻的林月云 安排到豪宅内安心养胎 怕她一个人孤单 还给她介绍新的朋友 和她一起打麻将 消遣时间 并且给了林月云大笔的生活费 只为了讨她欢心 侯士红为林月云介绍了新朋友 这个朋友正是蔡贵赵 贵为国泰集团创办人蔡万春的长女 也正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豪门千金 孕妻的林月云经常去蔡贵赵家中打麻将 楚楚可怜的林月云用同样的手段 半猪吃老虎赢得了蔡贵赵的信任 蔡贵赵见林月云大着肚子行动不便 就经常让邱家雄护送其回家 一来二去之间 邱家雄对这个温柔 风韵犹存的孕妇动了感情 林月云也没有推脱 就此两人开启了地下情 但是后来两人的事情还是败露了 2014年70多岁的邱家雄 被查出癌症晚期 邱家雄将自己的家产全部转到了林月云的名下 留给自己原配的反而是少之又少 但林月云带着继承的家产离开后 并没有去邱家雄告别会 二高金素梅 1985年 高金素梅曾与有台湾音乐鬼才郑静怡 上演过一段才子佳人 美女野兽的恋琴 甚至传郑静怡曾为高金素梅放弃生命 1988年 传出他与富商黄冠博恋情 他曾与黄冠博在台北县西纸合开餐厅 但是黄冠博才悟出状况 因而分手 1989年 高金素梅再次牵手台湾歌坛浪子高明俊 金童玉女 人人称献 但高明俊浪子性格 交往三年恋情告吹 1992年 高金素梅因戏相识相恋港星和佳静 只交往一年 曾相约若60岁仍单身就再爱一次 2001年 高金素梅与唱片制作人戴维雄传出绯闻 传他进入戴维雄的婚姻 他曾为她怀孕 并在阳明山共筑爱潮 2002年 高金素梅与已婚立委同事郑志龙过从慎密传暧昧 郑志龙不久便离婚 2006年 高金素梅与已婚时任台北县副县长李红元数度被拍到恩爱同游 受绯闻影响 李红元一度请辞 3.张婷 1998年 28岁的张婷和38岁的林瑞阳 因为一张牵手同游的照片 成为了舆论中心的人物 此时 张婷是当红女星 林瑞阳不仅是台湾第一小生 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他们的关系被各大杂志报刊报道之后 林瑞阳的经纪人夏玉顺对外很气愤地表示是别人家的蜘蛛 经想要吃我们家的唐僧肉 此言一出 张婷也被媒体们冠上了蜘蛛精的称号 对于当时走青春路线的张婷来说 这种名声无疑是致命性的打击 第二天 哭得梨花带雨的张婷在经纪人的陪同下 开了发布会解释她和林瑞阳的关系 她说着我绝对不是第三者 我不是蜘蛛精 你们真的欺人太甚 这边张婷刚澄清完 那边林瑞阳就像个骑士似的站了出来 她做了两件事情 一 林瑞阳拍着胸脯保证 张婷绝对不是第三者 如果有人污蔑她的名声 她一定会告到底 二 林瑞阳带着自己的妻子曾哲珍一同对外解释 其实他们已经离婚了 她没有出轨 张婷也没有破坏她的家庭 同时 林瑞阳还言之凿凿地表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了 尽管他们一个对外宣称终身不再娶 一个表态绝对不会嫁她 但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却是 张婷和林瑞阳在一起了 由于牵手门在台湾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所以林瑞阳就此退出了娱乐圈和张婷一起来到了内地谋求发展 四肖强 1995年 肖强迎来了事业的爆发年 这一年 她被穷瑶看上了 穷瑶邀请她出演自己的爱情剧《一连幽梦》和林瑞阳搭戏 渐渐地就磨出了爱情的火花 日后 二人还合作了 天涯共此时 在剧中饰演了一对夫妻 为了增进演技 老早地进入状态 二人干脆就在戏外过起了剧中的生活 只可惜 此时的林瑞阳家里还有一位貌美天仙的小娇妻 他俩的事情已经报道 肖强顿时就成了所谓的小三 为了少挨骂 肖强赶紧就退出了战场 2001年 肖强的演艺事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年 他不仅和大佬们阴阴厌厌 而且还挤出来很多时间拍摄了好几部经典剧 林耀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佬 林老板也是一名大富商 只是怕老婆 属于欺管炎 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偷吃的爱好 林耀文名下有高档餐厅 还有高档酒店 而肖强是他餐厅的做上课 每次到店里吃饭 不仅不掏钱 而且还都能享受公主般的待遇 餐厅里的员工都私下里喊他老板娘 每次他来吃饭 林耀文都会过来亲自伺候 最后他俩的绯闻就传到了梨太太的耳朵里 梨太太是个狠人 二话不说就带人修理了肖强一顿俩人就不再来往 5.贾静文 1996年 22岁的贾静文在拍摄 法医奇案时 结识了演员黄建群 看到黄先生人气高涨的帅 便主动投怀送抱 然而 黄建群当时是已经结了婚的 他和贾静文好上的时候 妻子王柏渝正挺着大肚子 怀着身孕 随着贾静文和黄建群的绯闻喧嚣日上 妻子王柏渝也有所耳闻 后来王柏渝去探班 抓到贾静文和黄建群优惠现行 第二天就被气到早产 在悲愤交加中生下了孩子 可孩子的出生 并没有换来黄建群浪子回头 贾静文也丝毫没有要放手的打算 两人依旧暗度陈仓 最后 因为贾静文的插足 导致黄建群和原配王柏渝离婚 王柏渝在离婚后独自抚养女儿 没有选择再婚 这段抢来的感情才维持了没多久 贾静文就把黄建群给绿了 贾小姐不改水性杨花本性 很快又看上了咆哮弟马景涛 对小马哥展开了柔情攻势 但贾静文看上的咆哮弟小马哥 也并非单身 小马哥与女友余力交往多年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因为贾静文的介入 马景涛和余力多年情断 以分手而收场 1999年 贾静文加入台湾综艺节目 齐开得胜 与胡瓜、罗志祥、欧帝共同主持节目 贾静文又和台湾金牌主持人 产生了桃色绯闻 据说贾静文做三成瘾 再次介入了胡瓜的家庭 导致其离婚 由此 贾静文彻底背负上了冠三的骂名 遭到炮轰 六王祖贤 1985年 25岁的齐勤服完兵役后 经纪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巩固 齐勤的偶像地位 决定趁热打铁 为他量身定制一部电影 芳草碧连天 为了保证这部电影的票房 公司表示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请一位最当红的女明星 为齐勤助阵 后来就选了王祖贤 在大众的眼里 两人就是才子佳人 简直绝配 就在大火等着两个人喜训的时候 一个犹如重磅炸弹的新闻 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1993年 王祖贤和傅商林建月相恋 与齐勤的感情 终究败给了距离 没逃过七年之痒 王祖贤一开始就没看上林建月 因为林建月已是有父之父 还是五个孩子他爸 可是依然不敢风流本心 但林建月利用自己的家族势力 英雄救美 替王祖贤摆平了很多事情 加上林建月的甜言蜜语 答应王祖贤离婚后娶她 王祖贤很快就被林建月攻陷了 但是林建月只是口头答应 当时并没有马上离婚 和妻子谢玲玲名义上仍是夫妻 于是王祖贤和林建月的恋情一曝光 王祖贤就因为插足别人婚姻做小三 等被骂上了热搜 1994年 27岁的王祖贤推掉所有片约 逐渐淡出演艺圈 暂避风头 虽然爱情来了 挡也挡不住 但是还是要注意分寸 理智对待 不要最后酿成悲剧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